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破万六的 但是因为盘中 美国的期货盘是涨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今天台北股市 它就是不愿意跌破万六 收盘勉强涨了一咪咪幾十点 那么成交量竟然萎缩到 两千一百多亿 表示 大咖的知道这个地方 要观望一下 要像老船长讲的一样 万六是要破的 不过我觉得我上个礼拜五这样子预告 已经神准了 那么我昨天也坐在这边 一支一支 一株一株的 把AI给各位看 通通都在空方架构 那么我说过AI 你反弹你就是站在什么方 卖方 奇怪我这样讲 应该很清楚 国小一年级 大概都听得懂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投资人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老船长是什么意思 既然AI反弹要站在卖方 那你可不可以去追 它在涨的时候你可以去追吗 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国小一年级都可以理解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 就是当初 伪创AI第一支冲出来的股票 所以我很喜欢拿它来教学 那它也是各大投顾 绝大多数的老师 都有带会员买的AI个股 而且都是买在150级 160套到现在的 那你问你的老师 他跟你说他看好 没有错 AI是人工智能 明年2024大爆发 看好有错吗 没有错 怎么会有错 那我们去问一下老船长 看有没有错 这个是我也觉得没有错 可是问题就出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你会费交给他 对不对 他带你买AI 这么多的股票里面 不管是哪一档都无所谓 他总要有一个怎么样 目标让你赚钱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带你买在156啊 对不对 融资买的会员 已经早就断头 离开这个市场了 然后再断一次头啊 对不对 那现股买的呢 套死了 套了五六十块啊 他跟你说看好就讲完了嘛 可以这样干了 主管机关三声五令规定 投顾老师带会员买股票 要严设停损 请问一下 你买156的 早就跌破100的 最低还到八十几 这是几十趴啊 不用设停损喔 那为什么他不停损 跟你拗啊 拗到2024年啊 对不对 这个中间你会期到了 那是你家的事情 再交一次会费 再重新加入 老师呢 2024年带你解套 懂吗 他们在玩这些把戏啊 你们要搞懂 你如果是一百五六买的 你大概一百四十块就要停损 那一百四十块的停损很丢脸吗 对不对 很害羞吗 很笨吗 不会啊 今天连一百都不到啊 你又少跌了四十块啊 是不是 那老船长你现在写这个测标是要吓我们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呢 我就先用轰天雷 的伪创 来跟你们做一个教学 你这一辈子把我的话记住 任何一个人呢 他在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一个地点 他要去买一档股票 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叫做什么 各位观众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太阳的阳面 好 这个呢 叫阴暗的阴面 你们做股票 要搞清楚 你现在买的股票 它是在阳面 还是在阴面 你干嘛去买个阴面的股票呢 这个叫形态学 很少人懂 它非常简单 但是一般人都不会注意 你买股票的时候 你会想 这边拉回了 这边买要上去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又要上去 买 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个阴面 你只要怎么买 几乎都是套 这个阳面 你怎么买 几乎都是怎么样 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形态学 但是99.9%的投资人都不知道 我今天利用周末假日 把这个交给你 你一辈子都受用 你不要看它简单 我早就知道这没什么 其实我没有讲之前 你是不知道的 不要吹牛 我以前在北中南演讲会的时候 我很认真讲 对不对 大家来吗 会场爆满 我讲了两三个小时满头大汗 当然也不至于 我就问台下的这个投资人听了怎么样 所以随便问一个 欧巴桑 欧巴桑最可爱 你说这个我早知道 他说他早就知道了 所以后来我去演讲 我就改变方式 我一边讲 就一边问下面的欧巴桑 来我还没讲答案之前 我先问他 他跟我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然后我再告诉他是什么 他就不会吹牛说 这我都早知道了 听得懂吗 人性往往都不愿意 承认自己的不足 听得懂吗 然后当别人好心告诉你的时候 你还要吹牛说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早就知道了 请问一下 这些不是人买的吗 你知道这套了多少万张吗 他一天都几万张的成交量 这超过一百万 那这些投资人他们炸摘啊 都摘这阴面 不要把我骗了 所以你买起来就觉得怎么样 很吃力 他已经阴面就形成了嘛 这形态学看到没有 那我举一档股票给各位看一下 4908 这一档叫什么 叫前顶 这什么面 我现在骄傲的都会 这叫羊面 他还没走完 你去买 在这边你去任何时间点买 都是赚钱的 你说你刚好买到最高 他后面搞不好还有更高 理论上是还有 等到哪天走出阴面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不要去玩他了 懂吗 那这个是在你没有安装 我们的股票软体的时候 你用这很简单的方法 来判别一下 也是怎么样 蛮OK的 那你要很精准的 他现在短线已经进入空方架构 你就用我们的王冠AI系统 那么很多人不相信 我们现在再怎么样 这个我们先摆在后面来印证 我们来看光宝科 来 这什么面 对这羊面 这个呢 这个阴面 你在这边 你多厚啊 你齐天大圣也是一样套牢 买错面 你一定要买这个阴面 你就去买王子面 所以这一集重不重要 重要 告诉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帮老船长转发 让他们知道这个技巧很重要 来 二三五六 音乐达 一样 阳面 阴面 有准备 你不要不信邪啊 所以为什么我看空AI看空很久 我们再看一档 比较机优的 技嘉 阴面 阳 倒过来 搞错了 重来 阳面 阴面 如出一策 他的难兄难弟叫广达 林百里的身价缩水不少 这是阳面 这个是阴面 看到没有 他再怎么撑都没有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头部 你会发现AI 他们摘下来的速度不一样 比较快的是伟创 光宝科 音乐达 技嘉摘的也比较快 比广达快 各位看到没有 摔下速度快 因为他获利不行 你们其实不要以为 技嘉广达多了不起 你去查 他的毛利率跟营益率 烂得要死 你看完你会吓一跳 因为没有头顾分析师 跟你们讲 在我看都很烂 懂吗 那上半段节目 我们先讲到广达 下半段回来 我们再把后面的讲完 另外 我要讲细光子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我们来看一下见准 有没有 这羊面随便你玩都赚钱 当羊面走完的时候 往右边摘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这是阴面 你再厉害你还是怎么样 都要套牢 好不好用 很好用对不对 我们再往下看 6274 有没有 羊面 这边怎么样 做一个大头 开始走阴面 这后面补跌会很快 AI的跌的速度 不是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嗶嗶 大家一起跌 没有这回事 有比较慢跌的 像这一支 2449 各位注意 这一支晶圆电 投信买它已经买到封掉了 持股将近10万张 每天大买 外资就跟它对坐 那你知道外资 还有超过50万张 你投信天天大买没有用 你在外资的面前 你就是小孩子一个 你懂吗 你的力量是没有办法 跟外资来抗衡的 所以你看晶圆电子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它要准备走阴面了 今天跌破80块 那今天AI不是有一些还红的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晶圆电这么弱 投信天天大买 照样 所以你看有时候盘中连线 或是一般投顾老师 你都听到他们在讲 这个投信买超怎样 会把投信买超 刮在嘴边的老师 都是比较无能的 我讲快一点不要介意 就是没有能力的 投信很了不起 对不对 那不用了 就直接去买基金 那投信的基金就好了 是不是 还要抗投信的买卖超 神经病 那去买投信基金的 有几个有好下场 你去问你周围的朋友 那些超判人士 拿着投资人的钱 对不对 不是他的钱 懂不懂 要了解 不是他的钱 我就点你们点到这边 好 那么金元电 要开始走阴面 还有更多 3017 各位看 有没有 阳面 要走阴面 对不对 只是他下来的速度 比较慢 因为他获利比较高 高价位 3324 有没有 这很清楚 这一段都是怎么样 阳面 对不对 你买的都会小赚或解套 都没有问题 这边买大赚 对不对 但是他弯下来要准备走阴面 老船长他可能往上走 我告诉你 几率不大 因为大部分的AI都在走阴面 他们只是早和晚都要下来就对 所以你要注意 我的测标不是乱写的 散户 把安全带怎么样 绑好 干什么 准备要破底 再回到3231 今天收多少 94.3 今天我看到的不是他上涨 你们看到的伪创 哎呀涨1.1 这就是散户 猪脑袋看 猪脑袋看盘就是 今天伪创额涨1.1 我来看不是 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是这个 今天伪创套了95815张 各位听好 95000多张 全部套牢 收最低 我的看法跟散户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9万多张 谁来拉起来让他们解套 有这么笨的 主力 你当主力都没有睡饱 是不是 都很笨 都是猪脑袋 不可能 所以呢 再加上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 我昨天在节目这边预告说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会大跌 果不其然 那今天晚上如果美国股市反弹 那也只是怎么样 脱塞连 再拖时间 都要下去 以台北股市来讲 我说过了 一定要跌到这个怎么样 这个跳空缺口来补掉 在15900多点 它今天硬撑嘛 硬不下来嘛 它就是不下来一点点 没关系嘛 那我说过 这个缺口补的话 会反弹 反弹呢 再下 然后船长你怎么看得那么空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全世界 有很多地区在打仗 你不要小看喔 还有呢 中美在对抗 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 那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 打压第二大经济体 对不对 两败俱伤 那我们在旁边 我们一定受伤 所以你看美国股市这样跌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这是地球村 都不要去笑别人 你就听老船长的 在这个跌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不是操作指数的 我们也不做选择权 我们也不做台子期 在指数破底跌的过程 或是AI破底的过程 还是有股票会涨的 我现在马上给各位看 刚刚不是讲阳面跟阴面吗 我们来看前顶 4908 各位 这是什么 这是细光子 对不对 这是阳面 还在走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不错吧 那我们看 6442 从这边开始算 都在走阳面 等到往下坠才是走阴面 那这个走阳面的过程当中 它都会震荡洗盘 有没有 这边好像要挂掉 又拉上去 因为它还是在走一个阳面 那细光子是接着AI后面的 你听得懂吗 AI从我们的系统来看 我现在先给各位看大盘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有没有 全部在空方架构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台北股市 短线是多 胡说八道 早就翻空 这第一件事情 你每天收看我节目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刚我讲的阴阳面 我们看伪创 3231 对不对 现在短线怎么样 在空方架构 或是更糟糕的 2356 有没有 音叶达 在空方架构 而它们走的都是阴面 那我刚刚给各位看了前顶 各位注意看 4908 4908 请问是它是走阳面 对不对 然后王冠什么 王冠红 看到没有 很清楚 对不对 好给你看光圣6442 走的是什么 是阳面 然后呢 全部是王冠继续红 这个没有办法造假的 你看轰天雷 你如果不懂阳面阴面 你还搞不清楚 我给你看我的系统 一清二楚吧 一个全部王冠黑 一个全部王冠红 那哪一个是在走多头 哪一个在走空头 小朋友看一次 看一次就看懂了 对不对 问题是你桌上没有这一套 所以你今天买股票是怎么样 今天呢 伪创 各位 今天早上伪创在这里 看到没有 开了一个猪头山 收了一个什么 阿呆股 你呢 今天早上去追伪创 你呢 为什么 哇 有机构啊 把伪创的这个 调到125块 目标价 好好笑喔 人家最高是161.5 你调125要干什么 你听得懂吗 那买在156的不早就绝望了 机构调125 他调他的 你们听听就好 对不对 哇不得了 早上盘中连线大老师 财经台主播 拼命的在讲这个事情 就怕散户不知道 我就跟你们说嘛 你盘中看那些财经台 你就开着当作有声音 不会睡着这样就好 内容不用太仔细听了 哇一大早大家都跑去追伪创 有没有 全部套在这里 收最低 套95000多张 为什么 我每天坐在这个地方做工艺 那些老师在做生意 他们跟你讲伪创 他多看好 结果呢 去买就挂掉 你就想到老船长说 AI都不要再买了 这个冯高 反弹都要站在卖方 请问一下 你听我的话 你早上会去买吗 除非你神经病 你听了我的话 你还去买 你不是神经病吗 因为我跟你讲的是 反弹占卖方 这个叫反弹 你占买方 你不是六套 为什么占卖方 全在王冠黑 又是阴面 又是王冠黑 它真正的买点还没有到 我不是跟你讲过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 八字头 161.5最高点除以2 这小学数学 除以2大概在这边 看到没有 你急什么呢 在这边要反弹上去了 又套一堆 所以我请你绑好安全带 下周应该是要来破底 当然AI在破底的同时 下周什么股票有机会上来 就是矽光子 因为AI先流行 题材先来 对不对 然后也涨完了 换谁接棒 换矽光子接棒 对不对 老船长矽光子也炒题材 你管那么多 股票市场 它有它一个流行性 就像女孩子 流行喇叭裤 流行短裙什么 都是一种流行 你不要不信邪 从面板流行到什么 流行到瓶盖股 瓶盖股流行完 流什么 电动车概念股 电动车概念股 流行完流行什么 AI AI流行完流行什么 矽光子 所以你要尊重流行 老船长讲的很有道理 对 所以要掌握住矽光子的股票 好不好 那么 看好 先把这一套安装好 不要再一二三再二三的做猪脑蛋 参加我的会员 把这一套送给你 以后你就是股神 你阴面阳面不懂都没关系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王冠黑 那个王冠红 你就知道 要买哪些股票了 有没有道理 这个周末假日 在家里不要闲着 把这一套安装好 我从去年5月1号讲到现在 你到底安装了没有 5 4 这一次看你要不要拿起电话 改变你的医生 开始拨打 本部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